展现神奇之道 神娃未解之谜 英国神奇预言大师帕克 他曾经精准的预言了英国脱欧 川普战胜希拉利尔当选美国总统 澳大利亚 会发生史上最大规模的火灾 甚至预言了2020年 会有一种疾病横扫全球 这样精准的预言 究竟是恰封其辉的幸运 还是实打实的 奇人艺术 帕克都做过哪些神奇的预言 他关于2020的预言之中 人类又将走向何种地步 油炸花生米咸少叙 订阅上算菜 我们一起走进今日的话题 2000年的时候 帕克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因为他预言自己的国家 英国会退出欧盟 并且他表示 英国在脱离欧盟之后 经济会飞速发展 而欧洲的经济则恰恰相反 最后只会越来越差 早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之前 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希拉里会当选 但是只有帕克公开的表示 竞选成功一定是特朗普 没有想到最后特朗普真的在大选之中 得到了胜利 这也让帕克名声大噪 很多的媒体对他进行了报道 帕克还讲到 2019年澳大利亚会发生超大的自然灾害 并且持续的时间至少会是一个月以上 甚至会影响到全世界 果不其然在2019年的9月 澳大利亚发生了一场让人始料未及的山火 这场大火整整燃烧了数个月 烧毁了600万公顷的林地 30亿动物因此而丧生火海 对整个地球的生态量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还有帕克讲 2021年世界依然是黑色的 在过去饱受了疫情肆虐的那些西方的国家 到了2021年灾情依然会持续 直到明年也就是所说的2022年的夏天 情况才会有所好转 那么随着疫情的影响全球 都会进入到一个经济低迷 以及社会动荡的时期 这种情况一直会延续到2025年 关于疫情的走向的预测 帕克的言论和一些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甚至是医学家的预判 非常的相近 而对于2022年的疫情 仍然是一些地区蔓延肆虐 有些地区开放纵容 似乎人们越来越看开了一样 然而帕克的预言 正好预测了2022年 疫情 经济 以及社会动荡的走势 以上是帕克预言的一些内容 更是因为他预言的准确性 他才曾经被人们 起了一个绰号叫做 恶运先知 恶都先知 顾名思义 是恶都先知啊 就是能够提前的预言到灾难的发生 这从侧面也在说明 汉密尔顿 帕克的本领真的太大了 预言也真的太准了 而据帕克自己所说 他之所以能够准确的预言到灾难的发生 这是因为他所用的预测的方法 就是通灵 可以通过异度的空间的接触 去寻找或者是看到未来 从而预测到一个人的事业 爱情 吉凶 或者是世界未来即将发生的大的事情 帕克可以说 从小自称就有这种超凡的能力 经常的能够做到一些梦 但他所梦到的也仅仅刚开始是 他以及他的亲生父母 以及亲戚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于其他人 其他的事情似乎都很模糊 就像是蒙上了一层面纱 知道事情发生了 但不知是谁 不过一次偶然的机会 帕克发现 占星术竟然能够弥补这一点 于是他开始苦言占星术 而在这两者结合之下 大大的提高了他的通灵 姚氏 以及占星术合起来的准确率 让他成为了英国知名的预言家 并且因为在2019年预言到了疫情的发生 让他在全球有了大名气 只要提到英国的预言家 帕克一定是现代神秘剧院中最前沿的一个 除此之外 咱们都知道 印度神童阿比亚利用占星术进行预言 还有就是号称命中预言最多的拿独正伯剑 利用的则是一经八卦 帕克通过的是通灵以及姚氏的预言方式 那么姚氏 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姚氏其实指的是超越正常视力范围 以外所看到的遥远事物的特殊的现象 以及灵界的现象 因此他又被称为是开天眼 也有称之为是千里眼 姚氏者是愿用他透视的能力去观察 把信息聚集在一个由物体 地点 人物 事件等等所组成的目标之上 在隐藏的姚氏者的物理视域里面 尤其是与姚氏者分开一定的空间距离 有时候也是分开的时间距离 包括过去 现在和未来 而这里所说的姚氏 类似于咱们所讲过的 李思辰教授所研究的既有 脑力场域 也有阴阳两界 只是东西方的叫法不同 也正是因为帕克的姚氏功能 使得他能够有更深的通灵感 从而能够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那么帕克对2022年的预言 又有哪些呢 首先在经济方面 他的预言指出 全球经济和社会动荡将持续到2025年 这会造成物价上涨 货币膨胀 失业增长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几年经济确实是不好 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全球的经济都有下坡的趋势 尤其是最近的股市和房价都有不好的表现 第二 是极端的天气 他表示 今年各种各样的极端天气会增多 高温暴雨 甚至地球还会进入一个小冰河时代 全球的温度急剧下降 将面临极寒的天气 这难道是地球变暖要消失了 而地球变冷要开始了吗 这和我们所讲到的拉尼纳现象 不谋而合 纵观这几年的天气 确实是极其罕见的极端天气频繁出现 去年德国南部的一场世纪洪灾 还有美国以及俄罗斯在六月份的罕见高温 但是这一冷一热 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世界不一样了 帕克也曾经预言 说是一种巨大的蝗虫可能会在美国出现 山林野火会成为一种常态 在加利福尼亚 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等地区会发生重大的火灾 伦敦巴黎以及一些东方的国家会发生严重的水灾 第三是饥荒 在预言之中 受天灾人祸的影响 今年全球将面临粮食短缺的问题 非洲会爆发大规模的饥荒 特别是一些落后的地区 预言之四 疫情 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他预言今年的疫情并不会消失 还会在2022年的后续四年之中持续发展 病毒将会与人类共存 根据现在的病毒的传播的速度和规模 新型的病毒Omicron的出现 所以说这个病毒在短期之内消失 似乎真的不是可能的 第五是拜登会提前下台 他的任期不会坐满四年 会被一个黑人女子所取代 而这个黑人女子是非常支持川普的 他会和川普一起在白宫工作 美国的经济也将会出现大的崩溃 但是有人认为 美国总统一般是四年选举一次 中期会有一员选举 并非是总统选举 所以拜登下台 基本上可能性为零啊 美国经济体这两年 确实比较危险 疯狂印钱 世界首富马斯克 也是积极的持有虚拟货币 还有由斯坦福大学博士团队 所打造的派币 美联储的措施或许无法有效的遏制通货膨胀 也或者会过度的抑制经济的发展 从而造成经济衰退等等 种种的现实情况 都是制造巨大的经济紧缩 甚至是衰退的潜在威胁 第六是英国女王的病情将会出现恶化 在2022年 英国的女王会突发心脏病 然而会逐渐的恶化到年底离世 查尔斯王子最终会被加冕称为查尔斯国王 但是他在位的时间会非常的短暂 哈里和梅根两个人最终可能会离婚 大家知道哈里和梅根的故事 关于哈里和梅根的爱情故事乍一看 是一个现实版的灰姑娘的故事 一个非洲裔的女子如何能够入住英国传统 并苛刻的皇室家族呢 这不就是典型的灰姑娘找到了王子的爱情故事吗 但是也有人说梅根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灰姑娘 梅根毕业于美国的西北大学获得戏剧与国际关系 双学位 毕业之后曾经在美驻布伊诺斯爱丽丝使馆工作 还是集美貌和学识的一位女士 理所当然有机会成为皇室成员 罗哈里的青睐 所以他有自己的能力和资质 他不是灰姑娘 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你认为梅根是灰姑娘吗 在传统的皇族和自由爱情的选择之中 一定会发生冲突 一定会发生碰撞 至于帕克预言的哈里和梅根会离婚 我们将拭目以待 第七是元宇宙会失败 而且会直接的让谷歌和亚马逊面临着危机 为什么元宇宙失败会直接的影响谷歌 亚马逊 甚至是脸书呢 原来元宇宙是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一个联合体 通过科技手段相融合 目前还只有VR技术实现一定的沉浸式的体验 但是这几年VR技术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广泛的认可和追捧 有人认为帕克的意思是 亚马逊和谷歌是全球的科技龙头公司 如果吃巨字来发展元宇宙 或许会输得血本无归 大家认为会这样吗 以上呢 就是帕克对2022年的疫情 经济 元宇宙 极端天气 粮食危机 等等方面所做出的几大预言 如果是厄运先知 恶都知道的预言 似乎会令人感到害怕或者是觉得耸人听闻的感觉 但是经历过2020和2021的人们 并且仍然快乐活着的人们 也许不用再担心 生活之中风浪总是有的 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其他的波澜已经是静随心转 不为所动了 他在做出十大预言的同时也表示预言虽然是精准 但并非不可改变 如果人类的集体潜意识能够发心的 向着某一个方向发展 那么就会发生那个方向所要的 所想往的事情 因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期盼 所以很难形成合力 但是就拿疫情而言 当所有的人都认为疫情将要过去的时候 那么这种意念会对灾难有所影响 甚至改变其方向 正像我们所说的一句老话讲得好 叫人定胜天 也是这个道理 对于这些预言 你觉得哪些能实现 哪些实现不了呢